他曾是战场上的英雄,凭一己之力大破陈有量的六十万大军,为朱元璋的统一大业立下赫赫战功。 然而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这位功勋卓著的将领却被朱元璋幽禁致死, 忠老在冷宫中,命运似乎对他极为残酷,但故事并未到此结束,二百年后,他的子孙竟然自称坚国。 这一惊人的故事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,为何当年功高盖世的他会遭此厄运? 大家好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 袁莫明初,天下大乱,群雄并起,在这个动荡的年代,一个名叫朱崇八的年轻人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。 他就是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,而在朱元璋的征战生涯中,有一个人始终与他并肩作战, 这个人就是他的侄子朱文正,这段历史揭示了家族在乱世中的重要性,血脉相连的亲人往往成为最可靠的盟友, 朱文正,原名朱铃,是朱元璋大哥朱仲四的儿子,在朱元璋家族遭遇灾难,四散逃难的艰难岁月里。 朱文正与母亲王氏一起逃往外祖家生活,多年后,当朱元璋在起义军中展露头角时, 王氏带着朱文正重新与朱元璋相聚,这段经历不仅体现了生存的艰难, 也展现了家人之间的深厚羁绊,为日后朱元璋和朱文正的关系奠定了基础, 朱元璋对这个势而复得的侄子被加藤爱,他不仅给朱铃改了一个更加文雅的名字, 朱文正还亲自教导他兵法和战术,朱文正天资聪颖, 很快就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,这种亲自培养的方式不仅传授了知识, 更传递了对家族未来的期望,体现了朱元璋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, 在战场上,朱文正勇猛果敢,常常冲锋陷阵,所向披靡, 他不仅有勇有谋,还善于统筹全局。 朱元璋看到侄子的表现,心中既欣慰又骄傲, 逐渐将他培养成为自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, 朱文正的成长过程展示了天赋与后天努力的完美结合, 也反映了乱世中快速成长的特点,朱文正军事生涯的巅峰, 无疑是红都保卫战,这场战役不仅奠定了他的军事声望, 也为朱元璋的大业铺平了道路, 他成为了朱文正个人能力的最佳证明, 也是朱元璋势力崛起的关键转折点。 当时,朱元璋正与张世成交战, 另一个强敌陈有亮趁机率领大军攻打红都, 近南昌。 朱元璋命令朱文正率领两万将士, 死守红都, 以抵挡陈有亮的六十万大军, 这个决定体现了朱元璋对朱文正的信任, 同时也是一个极其冒险的策略, 显示了朱元璋在危机中的果断和魄力, 面对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, 普通将领可能会望而生畏, 但朱文正却视之为难得的建功立业的机会。 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, 巧妙地利用地形优势, 采取守城与出击相结合的策略, 这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和灵活的战术运用, 展现了朱文正作为军事指挥官的卓越才能, 在长达八十五天的防守战中, 朱文正带领将士们多次击退敌军的猛烈进攻, 他亲自上阵, 手持大刀斩将杀敌, 鼓舞士气, 同时, 他还善用火器, 让邓玉负责指挥远程武器, 有效遏制了敌军的进攻, 这种全面的指挥能力和个人勇武的结合, 使朱文正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军事天才, 最终, 朱文正不仅成功守住了宏都, 还给陈有亮的军队造成了巨大损失, 这场倚弱胜强的战役, 不仅震惊了当时的天下, 也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传奇佳话, 他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军事格局, 也为朱元璋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, 然而, 辉煌的胜利并没有为朱文正带来相应的荣耀和赏赐, 在战后的论功行赏中, 朱元璋有意忽视了朱文正的贡献, 这让朱文正心中充满了失望和不满, 这种情况反映了古代中国政治中常见的功高震主现象, 也暗示了朱元璋对权力的警惕和控制, 事实上, 这种情况的出现源于一次看似平常的对话, 在一次闲谈中, 朱元璋问朱文正想要什么样的封赏, 朱文正本想表现自己的谦逊和大局观, 回答说, 叔叔您成就大业, 哲和仇不富贵, 但您对外封赏, 应先考虑他人, 我是您的侄子, 先封我的话, 恐怕会引起众人的非议, 这个回答体现了朱文正的政治智慧, 但也埋下了日后误会的种子, 朱元璋听后大为赞赏, 认为朱文正懂得顾全大局, 然而, 他却误解了朱文正的真实意图, 朱文正的回答并非不想要封赏, 而是希望朱元璋能在适当的时机给予他应得的荣誉, 这种微妙的心理博弈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复杂的君臣关系, 也暴露了朱元璋和朱文正之间潜在的信任危机, 这个误会成为了日后矛盾的导火索, 朱文正看到其他将领获得丰厚的奉赏, 而自己却被冷落心中的怨恨日渐滋长, 他开始放纵自己的部下, 甚至萌生了投靠其他势力的念头, 这种心理变化揭示了功臣在缺乏认可和回报时可能产生的负面情绪, 也反映了朱文正个人性格中骄傲和异怒的一面, 朱文正的行为很快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, 朱元璋对这个曾经亲密无间的侄子感到失望和愤怒, 他无法容忍任何可能威胁到他权力的行为, 即使这个人是他的亲侄子, 这种态度反映了朱元璋作为皇帝的铁腕统治风格, 也暴露了他对权力的极度敏感和警惕在权衡利弊后, 朱元璋最终决定将朱文正软件, 这个决定既体现了朱元璋的权力欲望, 也显示了他对亲情的一丝留恋, 朱元璋的皇后马氏曾为朱文正求情, 认为他只是性格太过要强, 并无其他不轨之心, 马皇后的介入展示了宫廷政治中后宫的影响力, 也反映了朱元璋在处理家族事务时的复杂心理, 然而,软禁并没有让朱文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 相反,他在幽禁期间更加怨恨朱元璋, 甚至经常诅咒朱元璋早日驾崩, 这些行为更加坚定了朱元璋处置他的决心, 朱文正的反应揭示了他内心的骄傲和不甘, 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政治形势判断的失误, 最终,朱文正在软禁中育育而终, 年仅30岁, 这位曾经的战场英雄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, 他的才能、功绩和对朱元璋的忠诚都被一时的误会和怨恨所掩盖, 朱文正的结局不仅是个人的悲剧, 也是那个时代政治残酷性的写照, 反映了功臣难保的历史规律, 尽管朱文正的结局令人唏嘘, 但朱元璋并没有完全抛弃这个家族, 他追封朱文正为忠烈将军, 并将朱文正的儿子朱首千封为靖江王, 赐予广西桂林的藩地, 这种做法既显示了朱元璋对家族的某种程度的愧疚, 也体现了他维护皇室血脉的政治考量, 然而朱首千并没有继承父亲的才能和品格, 他在藩地上娇奢淫逸, 横行霸道, 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强烈不满, 朱元璋之后, 决定撤销朱首千的藩王地位, 将其召回京城贬为庶人, 这一事件反映了藩王制度的弊端, 也展示了朱元璋对皇权的绝对控制, 靖江王的爵位虽然保留了下来, 但家族的命运却在后代中起起落落, 直到明朝末年, 最后一位靖江王朱恒家趁着南明政权混乱之际, 自立为坚国, 试图重振家族荣光, 然而, 这个野心勃勃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, 也为朱文正家族的历史画上了句号, 朱恒家的行为反映了藩王们对权力的渴望, 也揭示了明朝末年政局的混乱和皇室宗亲的衰落, 朱文正的故事, 是一个典型的英雄悲剧, 他的才能和功绩无可置疑, 却因一时的误会和怨恨失去了应有的荣耀, 甚至断送了自己的生命,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权力的游戏中, 才能和功劳并不能保证永远的安全, 而误解和猜忌往往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, 小驴啊, 你想要什么赏赐啊? 面对叔叔朱元璋的问话, 小驴恭敬地说道, 皇上您不应该先赏赐我, 要不然大家会有意见的。 如此懂事的一位臣子, 最后却被朱元璋幽静而死, 他到底是谁, 他最后是被冤枉的。 还是自己作死落得如此下场, 这位好汉就是朱元璋后来唯一的小侄子, 最开始的时候, 他的名字为朱驴, 像朱元璋他们家没有什么文化的家庭, 其名字确实是比较随意, 朱驴的父亲叫朱仲四, 是朱元璋的大哥, 在家排行老大, 后来被朱元璋尊称为朱兴隆, 朱元璋家那时候相当穷, 尤其是在朱仲四娶到老婆王室后, 朱元璋的其他哥哥再也没钱娶老婆了, 于是他们就去别人家当上门女婿去了, 从此便没了音讯, 后来朱元璋他们一家搬到豪州去了。 在那里, 朱元璋有了两个侄子和一个侄女, 虽然说换了地方, 但这依旧没有改变朱元璋他们家吃不饱饭的命运, 即便大哥和父亲每天辛勤劳作, 也依旧无法改变现状, 本以为终有一天他们会迎来好的转机, 却不曾想迎来了灾难, 那一年受天灾影响, 地理粮食掌势不好, 没有收到多少粮食, 他们家又是饥饿又是疾病, 最后朱元璋的父母, 大哥, 一个侄子相继离世, 朱元璋的大嫂王室健壮便带走了儿子和女儿, 然后到自己娘家讨生活去了, 从此过后, 朱元璋开始了孤零零的流浪生活, 后来朱元璋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, 泪水都止不住的往下流, 那种心酸, 孤独无助的生活, 确实非常人刻意忍受, 不过幸好后来接连出现了许多奇军, 在儿时好朋友汤和的劝说下, 朱元璋也成了奇军中的一员, 经过多年努力, 朱元璋也算是成了一方著名首领, 许多人慕名来投靠他, 比如他的姐夫李珍, 还有他的大嫂王室, 王室当年所带走的那个儿子就是朱铃, 这可是老朱家当时为数不多的血脉啊, 朱元璋也是非常疼爱他, 并将他的名字改为了朱文正, 其实从之前来说, 朱元璋和这个侄子是有很深的感情基础的, 朱元璋是家中最小的, 再加上那时候结婚普遍较早, 所以朱元璋的年龄没有比侄子大多少, 所以两人小时候是能玩到一起的, 据民间史书中记载, 朱元璋小时候干过一些坏事, 比如掏个鸟窝什么的, 朱元璋那时候也都会跟着参与, 这么来看, 朱元璋小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王, 整天带着侄子们和侄女一起玩, 所以说他们之间感情还是比较好的, 也正是因为有感情基础, 所以朱元璋对这个侄子颇为疼爱, 直接让17岁的侄子上了战场, 让朱元璋没想到的是, 自己的这个侄子平时看起来傻乎乎的, 但到了战场上却是非常勇猛, 所向披靡, 简直就是一打起仗来就不要命了, 后来在朱元璋的教导下, 朱元璋打仗虽然越来越猛, 但猛中还带有智谋, 要说朱元璋人生中最典型的一场战役, 那就是宏都保卫战, 也是他的成名战, 也正是因为有这场战役, 后来朱元璋成功跻身明朝开国名将之列, 当时朱元璋率领大军清朝而出, 与张世成交战去了, 另一边陈有亮直接出动了60万大军来攻打宏都, 他们企图拿下这里后, 给朱元璋来个两面夹击, 形势虽非常严峻, 但放弃是不可能的, 必须得应手, 至于守多长时间, 朱元璋心里也没有底, 于是他就派人问朱元璋去了, 朱元璋见状说道, 你们起码得坚持到我们这边打完, 当时朱元璋他们那边也是战事吃紧, 打完估计得起码一个月开外了, 看到这里, 朱文正瞬间感觉一场恶仗就要来了, 当时宏都城中满打满算, 只有两万多人, 面对敌人60万大军, 这拿什么手, 当时陈有亮也算是一方豪强, 论实力, 丝毫不逊于朱元璋, 所以这次攻打宏都, 人家陈有亮是势在必得, 这次陈有亮不仅带来了自己的精锐陆军, 而且就连宝贝哥的海军都带了过来, 这算是下了血本了, 力量差距虽然非常悬殊, 但在朱文正的鼓励下, 全军将士勇气十足, 当保卫战打响的时候, 朱文正还会亲自手持大刀, 上前斩将杀敌, 在这场保卫战中, 还有一位将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, 他就是后来的魏国公邓玉, 邓玉这个人善于指挥部队使用远程武器, 比如当时非常流行的火枪站在城楼上, 邓玉亲自指挥士兵们痛击前面的敌军士兵, 要是下面的城门有敌人进来了, 邓玉便会带着部队下去迎敌, 总之就是有火枪的地方, 敌人很难冲进来,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你供我手下, 转眼间八十五天过去了, 在此期间, 红都城墙已经被重修了无数次, 那是独属于他自己的徽章, 此战过后, 陈有亮整个人都快疯了, 六十万大军愣是连一座城池都没攻下来, 当然了, 最后不是陈有亮他们自己主动放弃了, 而是朱元璋亲自率领数万大军来支援了, 因为他们的战事已经结束, 是受回援了, 二万成功守住了六十万, 堪称我国军事史上的一次重大奇迹, 不过据史学家们推测, 六十万是陈有亮他们吹出去的, 其实总的也就只有十万, 不论多少, 这力量差距无疑都是非常悬殊的, 要说朱文正他们为何能够取胜? 自然是拥有守住城池的坚定信念, 这一点是敌人们没有的, 除了宏都保卫战, 朱文正还参与过长州之战, 当时负责攻打长州的指挥官是大将军徐达, 明朝开国时期军事领域最顶尖的人物, 就是这样一位名将, 结果打长州没有打下来, 最后无奈之下, 朱元璋把好侄子朱文正派了过去, 最后长州被有惊无险地拿下, 不过宏都保卫战结束后出现了一点小问题, 朱文正因为叔叔封赏不公平, 他差点听了部下的鬼话去投靠张世成, 打完这场仗后, 朱元璋就问朱文正想要什么赏赐, 朱文正就说应该先赏赐其他将领们, 而不是先赏赐自己亲戚, 这样会让众将不满的, 朱元璋听后非常满意, 这个侄子实在是太懂事了, 不过朱元璋理解错意思了, 朱文正说可以不先赏赐他, 但是人家没说不要赏赐啊, 结果朱元璋理解成了侄子不想要赏赐, 所以出现了封赏不公, 对此, 朱文正感到十分不满,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, 朱文正还以为自己会有什么特殊待遇, 其料连个爵位都没有, 朱元璋只是让他去坐镇南昌了, 作为皇帝的亲侄子, 朱文正感绝太不公平了, 所以愤怒的他在南昌开始为所欲为, 你要是说他贪污钱财, 这朱元璋或许还能忍, 毕竟老朱待他确实不算太好, 但朱文正那时候居然还经常祸害老百姓, 比如朱文正在大街上看到漂亮女子, 他就会让手下将其扛回家中, 不论其是否愿意, 受朱文正影响, 南昌城瞬间变得乌烟瘴气, 百姓更是不得安宁, 朱元璋得知这件事后非常愤怒, 毕竟他是一位非常爱戴老百姓的皇帝, 欺负老百姓就相当于欺负他, 于是朱元璋想把这个亲侄子处死, 马皇后听说大侄子要被处死后, 他急忙劝朱元璋还是算了, 毕竟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, 随后朱元璋将朱文正软禁了起来, 要说这朱文正也是不老实, 软禁的时候他经常诅咒朱元璋赶紧死, 这样自己就能逃出生天了, 起料这件事又被朱元璋知道了, 老朱大怒, 再次想要杀了这个侄子, 最后还是经过马皇后劝告, 朱元璋再次逃过一劫, 不过朱元璋最后还是在软禁之地身亡了, 至于死因众说分谈, 有的说是病死了, 有的说是饿死了, 不论哪种说法, 大家猜测应该是朱元璋案中派人故意为之, 亲侄子死了, 或许是因为有怜惜之意, 所以朱元璋的儿子被封为了靖江王, 封地最后定在了云南, 就这样, 第一代靖江王从朱元璋的儿子开始了, 一直到最后一代朱恒家才结束, 从历史记载来看, 这每一代靖江王都不咋地, 或许是受朱文正和第一代靖江王朱首迁两父子的影响, 朱首迁那时候因为经常触怒朱元璋, 不是被贬, 就是在被贬的路上, 他的藩王名号也是经常势而复得, 到了最后一人朱恒家时, 这也是个不老实的主, 他还居然想当皇帝, 众所周知, 因为满清的出现, 最后崇祯身亡明朝灭亡, 和冲川商的出现, 冲川商的出现,